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这资金这么质地坚硬呢 你们的服装专介人员弄的 咱们今天聊点正经的 我们武汉最近竟出一个教育界 先是有个五大新闻系的主任 什么辞职引起一轮扰攘 然后又出了一个武汉某名校的女博士 估计就是你们学校 那为什么不说五大呢 不一定啊 不一定 不应该不一定 就是36岁女博士 这个女的你说坐飞机啊 穿一身红是什么心情 我以前啊 我出门做这公共交通工具 都穿的特别的破 因为我觉得就是出去旅行要方便 最主要 后来才知道 人家都是说 出去的时候 做交通工具才打扮的特别的漂亮 因为你给人看见嘛 所以身红有的可能是为了性意 我不知道他什么心理我就不知道 有的人就是因为坐飞机啊 什么的希望幸运 所以我觉得真是做女人啊 真是特别不容易 我有时候你像我坐飞机 很多时候我必须按照睡衣的标准 就我要特别舒服 一点不舒服都不行 你今天这个就有点像睡衣 不是今天像 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睡衣 以我的威生纸好不了多小 但是你看女孩子很多时候坐飞机 照样穿着高跟鞋 打扮的哈 好像马上就要验狱一样 这位女博士从这个颜色上看 脾气比较火爆 我觉得怎么穿了一身大红裙子 要从武汉飞到巴黎 还是一家三口 可能下了马上走嘎那地站 开玩笑 当然了 就说这个事 他晚了几分钟 就是过了这个check in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说了没说几句 越说越着急 就是掌握人家机场的工作人员 咱们可以看看这段这个视频啊 非常这个短 这就是 大家都在强调红裙子 9点35分 停止正点 你看 你看 还打了不止一巴 然后呢 据说这位武汉天河机场的这位女的工作人员 是吧 身心受创 很长时间情绪恢复不过来 对不对 这个 没有 我刚听你们说 我真的觉得做女的不容易 可是别误会 我不会说他打人 那是另外的话题 我意思是说 因为一开始已经不断强调女的 然后做博士也不容易 假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甚至是一个男的 那个视频也不会被这样广泛散播 因为看不完嘛 都有嘛 每天坦白讲 我们只要上去各种的视频平台啊 各种的打人 特别男的打人 大叔打人 小弟打人 都有啊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女人 博士 还穿红衣服 好像最佳一等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每一种标签啊 都有他的不同的重量 可是当然话说回来 不管他是男的 是女的 是博士 是小学没毕业 这样打就是 你 那我想起以前一些研究啊 我大学心里觉得 很多暴力的行为研究 你说全部相信他 也觉得你太无知 你说完全没有根据 也太天真 怎么讲呢 这样一出手 他压不住自己的愤怒 就打人的人呢 当然我们经常说 修养不好 人品不好 等等 可是好多的去找了相关的统计啊 完全都那个高度吻合的 第一个 可能那人小时候 或者说成长过程 不断被人家打过 这是我经常说的嘛 要再讲一遍吗 在你在一个社会里面 从小成长 没有受到尊重的 你长大后 你不懂得尊重别人 你一定会对弱者 对陌生人 用不尊重的方法来对待 那我问你 上次在那个飞机上 托乘客的美国警察 是从小也是不被人尊重 是吗 可能是啊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这样 有这样 我们社会科学的相关性 相关性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刚说的 从小不被人尊重啊 这个我们要看 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嘛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某些社会的 城市的街头 走路他不会跟你说 对不起接过一下 不会嘛 他一定是人状人的 我倒跟你 我类似的感受 但是我是觉得 用另外一个状态来描述 我倒不是觉得 是受欺负不尊重 恰恰相反 我是觉得 从小的环境 他受宠了 因为我其实用一个 我们之前也说过的词 叫我看来 他这个动作啊 就像是巨婴 就是因为我带小孩 我太知道 小孩永远就是 他要那个 你给他B 他就不行 啊哭 就崩溃 要打人 是为什么 然后你叫他说 你拿个东西说好 但是你等一会儿行不行 也不行 啊哭 他为什么呢 小孩子是没有预见性 就是说 他为什么处理事情 不能够很 就是很灵活性 可以转变 我可以等 可以包容 因为小孩子 就是思维里面 他没有这个时间概念 没有说我今天可以 等一等 我等五分钟 他预见不到 未来怎么样 或者说预见不到 我换一个 我的要求会怎么样 他没有的 所以他是一根筋 而且很短的这种 就是等待期 所以基本上这个动作 我觉得像一个婴儿 在就是在撒娇那种 哗一下就崩溃 哎 这个我是什么呢 就是哎 你知道最近有那个做基因检验的吗 我听过 吐口吐吗 然后说说你多少倍 你就得什么什么病 你知道吗 最近我还坐了一下 坐了一下 我一看 好家伙 哎 哥们是纯种的汉人 不是说没有纯种吗 你居然有纯种的汉人 他那个汉人可能也是一个基因里边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 叫做就是中华民族 我是99.97% 你像有的人他就可能含有20%的蒙古语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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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 所以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带卷毛的 就是我说我怎么也得显卑吧 我这个怎么也得五胡乱华吧 没气 纯种的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出了这种 哎 倒不是这个 就说啊 我有四倍多 要得一种病 叫做这个多发性硬化 我可能最后会死于这事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就比正常水平 然后我一看 有些症状比较像 甚至有点像我爸 所以我有点担心 就是说啊 比如这个抑郁 抑怒 或者是什么 有些情绪会表现出来 哎 我最近活到50岁啊 我就感觉到 就是50之年 从这年开始啊 我转性了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到在我49岁以前 我都是个脾气温婉的人 温和的人 真的 20年没 咱跟凤凰打听打听 都说闻他脾气温和 没给人红过脸 但是我现在开始意识到 我这个多发现硬化症 可能是 有疾病的没力 哎 50之年只欠一死啊 王国为说的 是吧 50之年 我突然发现 今年以来 我变了个暴脾气 这就是 就是 易怒 你知道吗 而且这种易怒 表现在哪儿 就像我父亲 这个工程师啊 你知道对于所有 有关精确的事情 易怒 就我现在就是 我家里人都说 说你这个极恶如仇啊 就你自己犯的错 比别人还多呢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你怎么那么 就是别人就一点小错啊 哎呀 你就是当时 你就要杀了别人 那个 我现在我正在心里治疗 你知道吗 家伙 就是我我我现在发现 我这个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容不得错误 我觉得 容不得就是一个 就是你给我错了 哎 我当时的心情 我想掐死你 当然我自己 可能掐 我自己真的 就是晚上都会掐 我最近自己 也犯了个错误 我最近自己 也犯了个错误 我就觉得 我就你知道吗 就是关于 这件错误 其实它的性质 轻重不重要 我知道了 他你给我挂个镜框 我说了 你不能给我偏一厘米 你要给我偏了一厘米 我那个火啊 沉 我就上了 我这个多发 我最后我就幻想 我老了 可能这种硬 老绝巴老头 我可能就会死于 你不是性格的问题 不是DNA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没有时间犯错了 可能 可能交不保兮了 你关键 人年轻的时候吧 都其实你说 没有那么暴时 因为我们都还想 往上面走的时候 你都周围的人 都察言观色 都还去讨好人家吗 你活到某一个境界了 某一个岁数了 不拎了老子 就是那种 我不想跟你们再玩了 不想那个距离拐弯的 恐惧的预感到 真的 就是说 咱也算读过两本书的人 什么修养啊 我之前挺有修养的 我从今年开始 我真的觉得 我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 情绪症状开始出现 所以以后 谁都别怪我啊 就是我预期 我可能老头啊 人家原来 你不是喜欢李敖吗 李敖就经常说 李敖最近还生病了 对 李敖原来经常说 人有的时候相反的 年轻的时候激进的 老年会转成保守 年轻的时候温和的 老年会转为暴躁 我现在就觉得 我很恐惧的未来 我可能会是个一怒的 一个赵老头 没有 你刚刚的 深开始里是说 检查基因嘛 突然从吕博士转到基因 你意思是说 他的基因可能是 俄罗斯民族 弹道民族 建议他去吐口水 原来97%是俄罗斯民族 真的战斗啊 没讲两句 我也是在视频看到 真的名不虚传 对不对 讲两句就打 就走 这个 可是你刚说什么症 什么多机能 多发性硬化 哪里硬化 哪里硬化 最后有多种表现 非常复杂的一种病 首先你比如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 神经短暂放射性的疼痛 咱咱就疼一下 就我可能到老年就抽了 整天跟你们聊的时候 嗨一下 我觉得 听起来像你的医生 神经病 怎么会这样形容 硬化很好啊 我们男人求之不得 他软不回去 你求之不得 好 整天做就好 下一个 咱们期待去 旋径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关系的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有的时候 我现在感觉到 我们都有头脑中 已经有一个套路了 我有时候觉得也很悲 就做了20年 你看我是多么的熟练 比如刚才在化妆间 我就问一军 我说 武汉女博士这个事 咱们有什么角度可以聊 你看我这个脑子 我说 情绪管理 你给女博士贴标签 然后这个民航的种种弊端 你看 其实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觉得很悲 就是说 你明白吗 你不是一个人了 你已经是一个操作训练有素的 这事怎么聊 于是我觉得 可能我们干了很多年这样的人 你失去了一颗赤子之心 去接触这个 你看这个女博士 她是一个赤子之心 她真急了 上了 我跟你说 我能理解 没有家伙 不用像你说的那么解释 我认为不要瞎掰 谁都不了解她 人类社会有偶然事件 这个视频传出来 也不代表大多数 即个别事件 即便是咱们看了很多机场打架的 你 一百个人力 也就一个人会这样 它是个 而且我就说 很多因素造成 即个别的一个事件 它不能说明 这个女博士的 这个什么基因 或者说是心理 神经病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妄加推断 咱只可以说 像人 你会为这个承担后果 现在就说了 拉黑名单 全球禁非 对 要不是说都是武汉高校的 这是 我发现我跟那有缘 我也经常被拉进黑名单 我这辈子就跟黑名单有缘 就是说这个 我节目有的时候就黑名单 我本来以为 我说法航 就说黑名单 我说这以后出国得做轮船了 后来发现说不是 说法航现在禁止 它在中国国内的几条航线上禁运 禁运 你这行李吗 对 然后国际的那个 还有待人家在做裁决 但是现在中国民航内部 有人在申请 就把它也列入国内民航的黑名单 那在国内只能坐火车了 那文韬刚说 我说你在化妆间讲什么套路 那是谦虚了 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节目20年 每一次他非常专业 在化妆间都会讨论 我们从什么角度什么角度 可是一坐上来开镜 我们还很认真跟着他想什么角度 他就跑题了 你看从吕博士 对不对 跑到他的什么什么硬化 对不对 跑到他的什么 咽口水 咽起来 这不正是聊天的魅力吗 对 所以你要把我们当成什么正经节目看 那你就错了 他刚才在那跟我讨论完了 其实我特别不想说 因为一说出来再说就没劲了 然后他就自己坐在那 然后把头放在后头这么养着 就跟要等人来洗头一样 我觉得他在放空 你是不是在重启你自己整个 我的意思是说 就说像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的思路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那么样的职业 似乎处理的是一个禁运的货物 所以我想说点别的 对 还是已经说点别的 一个我是说我看到是法航 我挺意外的 因为我看过一电影以前 就是一个美国片子 讲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 然后分分合合 一段是那个女的先走了 他上了飞机了 坐的是美国航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航班 然后那个男的去追到机场里面 一看就是美国的航班 他就到点了 不让上去 就没喜欢跳 好 后来他们俩又好又分 结尾是这个女的又搭了一航班 是一法国航班 那个男的冲过去 其实也关门了 他说是就是for love 什么什么 一说这个 那法国人马上把那个门拉开 开着小车专门带他去了 就是那个飞机已经在停机坪上了 已经要走了 上去 终于抱得美人归 就是他们当时就想说 法国航空公司是多么的有人性 只要你说 我一看 这个法航现在也挺厉害的 就特别 就不讲情面 那其实不讲情面 这个事 我觉得将来他还 这个就是打人 那这种事 将来如果全国是那个人工智能 你没这事了 你连人都看不见 你一迟到 啪门都关了 你跟谁去搞 更麻烦他去拔掉机器的插头 哪那时候机器还有插头 你不给我上 拔掉插头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那情况我那个有一次曾经这辈子只有一次冲动想打人 当然没打嘛 因为我从小被尊重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舒展演讲 跟我太太小孩一起出发 然后去 我还记得比方说是五点钟的班机 然后呢 我们 我太太他们上十九千是比较慢 然后我们到了闸口 那个叫什么 登机门那边 五点钟的飞机 我们到了是四点四十分 make sense 其实不行的 严格来说 开起飞前呢 大概二十五分钟 半小时 它是可以关掉的 可是我们知道这几年都不是嘛 经常我就经常坐飞机 看到五点飞机 五点十五分 还有几个大妈买完东西 慢慢跑进来 那时候我很想打人 反正我那一次呢 我们四点四十分到了闸口 那个香港的某航空公司 大航空公司 不给上 他说对不起 关了门 关了门 哇我气得要命 我说平常我们到处飞 特别在中国大陆飞 都是那些人迟到的 我没迟到的关了门 然后说 你的行李都已经从飞机里面 拿了出来了 不可以再重新来 那那一次我气得想打 当然没有 我就讨论骂 骂了五分钟之后呢 我太太在旁边 可能怕我跟文涛一样 突然硬起了 突然硬起了 然后就阻止我 冷静冷静 不要骂 不要骂 然后好吧 我深呼吸冷静了 结果又轮到我太太骂 因为真的很不爽 轮到我太太骂 骂骂 骂完五分钟呢 就轮到我叫他 算了算了 不要跟他抢 冷静 可是话说回来啊 你们真的不对啊 怎么会这么早 那两夫妻轮廊接力 骂了二十分钟 你知道我最尴尬的一回 是在这个北京这个机场 这个三号航站楼 其实我对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 很多服务都不满意 你知道吗 当然这次是我的错 就是说这个我知道了 就是这个赶 你知道为什么特别尴尬 我就是脱这个行李箱 然后呢 我还穿这个那个拖鞋 硬底的那个拖鞋 偏偏呢 那个北京那个机场 三号航站楼进来 他都是为了可能不让你快跑 就是有个那个 都是有那个微小台阶 一步一蹬 哎呀 我就在那跑 那个拖了板 嘎嘎嘎嘎响响 然后那个行李箱啊 嘎嘎嘎嘎嘎嘎 你知道整个大厅都被惊动了 有人拍你 我又不 有人拍 我就是多尴尬 我又不能不跑 我实在是迟到了 然后呢 还挺长 嘎嘎嘎嘎嘎嘎嘎 看你一个傻子就往下跑 我看有好多人 他还得敢拍 你也得跑啊 跑到跟前说 哎呀 对不起 豆先生 刚刚收 哎我也没打人呢 我只能认怂啊 打自己 就只能认命 后来我说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他们说啊 你一定不能迟到 这事你还 比如为什么三十分钟 什么的这个 我才知道这个飞机还有配重呢 当然还有很多种原因啊 但比如一个原因就是 你的行李必须截止 然后他这个行李上机啊 这个时候啊 他都得计算这个配重 包括旅客的座位 这是跟这个飞机的设计标准有关系 所以说光这一个理由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必须提前量 还有一个 你们觉得现在到处都有人在拍东西 就到处有人看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自己 这会对你是一个约束吗 会控制自己吗 比如说 你就你知道 因为就连我女儿都知道什么是YouTube 他会看到那个东西 就有一次就他跟我在外头闹 我就说哎 你小心啊 有人把你放上YouTube 他都有点明白 大概会会好像会 哎 那怎么办呢 怎么 就我不知道 你觉得是我们现在是赞扬这种公开场合情绪 真性情呢 还是说真有这个东西 你自己会觉得会要收 那当然大家都应该学会有修养 但是呢 我跟你说 有些时候呢 人就是有缺点的 我现在觉得就很多时候啊 一方面人类要求进步 对吧 大方向要明确 但是另一方面呢 很多事啊 你也要了解 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 他充满缺陷 而且充满偶发现象 哪怕一个平常有道的高僧 突然之间也可能被人拉下水 就就是你你说不准的 但是呢 我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这种情况吧 嘉奎你说吧 那我说呢 因为小军军刚的问题啊 要看他怎么样 人家用什么态度来拍你 有时候当然你感觉有人拍你 你会自我控制嘛 有时候会表演 会表演 我那时候在香港地铁 看过一个情况 这乐台 两个男人可能喝了一点酒 晚上回家 中年大叔 另外一对年轻情侣 我看他们冲突了 可能撞了一下 然后呢 我看到那个年轻人呢 就拿着手机拍对方 根本是拿着手机当作武器挑衅 怎么样 你凶啊 你凶啊 我拍你啊 你凶啊 不断的挑衅 你知道吗 那然后他越拍 那两个男的就越 不能丢脸嘛 不能这样低颜头嘛 然后就骂了 开始挤着手机开骂 那我就想说 假如没有那个手机武器 那两个男的不会这样表演 他能够下台嘛 大家顶多再看两眼 骂句讲话就算了 你拍了我 不能给全世界的人 看见我来输给你这小伙子 你说的真的很对 咱们现在 你像这个什么英国恐袭啊 这个这个除了美国 别的国家都不让带枪啊 但是呢 今天的社会啊 手机就是每个人的手枪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杀死很多人 你看这些评论标题 你就看到啊 就是什么 名校女博士啊 网友为啥一致叫好 被上黑名单啊 然后这个 女博士大闹机场 不仅仅是迟到五分钟的事 女博士标签不能乱贴 女博士您是优越感作祟 还是情绪失控 这些评论 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其实我都刚才忽然想到 我们以前老谈 那个人类简史那个人 后来写那个未来简史嘛 他就讲一个观点 你刚刚说因为人在发展嘛 他说未来啊 其实我们所谓进化到神人 就是人的寿命会延长 你各种就是机能上的病 都会被治疗 但是人的情绪 人的欲望 这个东西改不掉的 他就说你现在 无论你挣多少钱 或者你多成功 或者多失败 你的快乐和不快乐 这个指数 这个区间都不会特别大 其实就是我们人呢 为了怎么进化 我们的这种情绪和欲望 都不会变 除非你现在 可能有一些短期的药物控制 我最近就听说 在国内有 就有一些这个名人嘛 他们在吃一些药 就说发现 他们也是跟你一样 去测那个DNA 发现呢 就是自己有拖延症 那个人其实挺成功了 我就不说名字了 他就说 他觉得天哪 我有拖延症 看来如果我没有拖延症 我会更成功 就开始吃那个药 吃完以后呢 他们就发现 做题真的去测 就有去测试 做数学题 就是更快 精力更集中 原因是女博士 没吃药是吗 原因是没吃药 我是想说 人其实改变什么都可以 你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的很多东西 但你改变欲望 情绪很难 我觉得 当然这要说 也有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 这个有些观念 像比如说 中国封建社会 像男女之大方 你看 为什么有些时候 比如说男的 碰女的一下 都能成为本能的 你觉得不行 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 这就说明 有些观念 是可以把你弄到一种 进入你的本能 你根本就觉得 跟女的完全不能 受手不亲 完全不能相碰 你再冲动 你也不会犯这个错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女博士 假如说鸡蛋里头挑骨头 谁要狠斗 灵魂 私自 一闪念的话 会不会在中国社会 某些人心中 的确有一个 对这个服务人员 包括对餐厅服务员 对人的一种 不太尊重 在咱过去 比如说对送快递的 这个小哥呀 这种 他这个脾气啊 就是送晚了 脾气就发出来 光就能把那个 送来的盒饭 就给扔出去 不是有那样的事情吗 就是他是不是 就是你比如说我怎么知道 假如说我在这个国外的 这个餐厅里哈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我觉得他们那个 waiter呢 对 就比较有尊严 好像我不大敢冒犯他 因为你吵不住他 好像 好像为什么 人家在香港大排档里的 我似乎就觉得 可以跟他呼喊两句 那是你觉得吗 可是这样很普遍是吗 我在北京看很多教授朋友 在餐厅呼喊 哎不愿快点快不愿 我很这样 我就觉得哎 这是大学者啊 在我心中非常景仰啊 怎么对一个陌生人一个